大家好 漢獎勞就在這陣子一位 綠名嘴靠背哥啊 當時說大陸的高鐵沒有靠背一席話 紅遍兩岸啦 基本上非常多島內的朋友 也覺得他講的這一席話非常誇張 而且非常好笑 甚至大陸的朋友更不用說已經是笑翻了 當時看到官方的回覆更好笑 直接說對啦 我們就是大家踩著腳踏車 人力發動這個高鐵啊 所以我當時看到回集的照片 我真的快笑翻 而且各位這也是展現一個民族的自信啊 你在笑我沒關係啊 我用魔法來對付魔法 這樣做就對了 但是當然啦 尤其靠背哥講出這一席話 我們再去看看他當時的身份 是前台中的交通局長 我們更加瞠目結束 所以你可以知道島內那種變態的媒體環境 尤其造謠大陸好像都沒事之下 但是各位 當這些無知言言論成為非常多人的笑柄 尤其他又是綠的之下 哇 當然很多綠媒啊 或者是綠絕青啊 當然就是氣仆仆的 一直在想辦法反擊嘛 而且啊 絕對不能吃虧 就像前陣子 韓國人不是有跟大家聊嗎 因為島內有罕見疾病的這個患者 有來到大陸做醫治 因為大陸對於這個罕見疾病的藥啊 相對來說比島內便宜非常多啊 所以當時非常多媒體也有做報道 那我們那時候看到也覺得很驚訝 哇 曾幾何時 我們常常都一直吹島內的醫療 非常好哇 甚至我們現在看到 有一些這種來到台灣的這些 不管嫁過來的也好 或者是外國人也好 常常也都會誇台灣的醫療 但是怎麼今天可以出現一個 台灣人竟然跑去慘絕倫患的大陸 去做治療 所以就在近期 我看到島內也非常多媒體都在說 大陸有一個網紅嘛 跑來台灣帶媽媽來治療嘛 那當然他治療是他家的事啦 我也都尊重啊 但是你可以清楚的看到這種 島內媒體幼稚的程度 就好像一定要怎麼樣 一定要贏過大陸 可是各位 韓國人待在大陸 我就明確地告訴台灣的朋友 非常難贏了 現在有一個方法可以贏 也就是趕快我們跟大陸吸手合作 至少不要再被這些西方當盤子 當狗 這是有機會的 所以基於島內這種綠煤啊 這種幼稚的程度啊 所以就在這幾天啊 台灣啊 大量都在討論是什麼 也就是大陸的高鐵到底好不好 那為什麼會討論這件事 也就是台灣的藝人方方啊 大佔大陸的高鐵啊 哇這個不得了了各位朋友 因為很多人又玻璃心碎了 尤其啊 他們又是用一個同一套的策略 又是某個名嘴 批評方方啊 然後說大陸的高鐵 哪有這麼好呢 像這個綠煤馬上找到一個突破點啊 他的標題就直接寫啊 反正就是方方佔大陸的高鐵 然後他很酸要求低 親身經歷三大超爾缺失 你看看各位 他們馬上抓到 因為前陣子這個靠背歌的時間 讓他們太痛苦了 現在終於怎麼樣 又可以用著這種很幼稚的方式啊 完全曲解別人的意識 然後想要打擊別人 然後順便想要一起 又在那種取笑大陸的高鐵 然後要扳回之前 靠背歌被笑的局面啊 這個就是島內的媒體啊 非常的變態的這種生態 而且島內的很多年輕人是買單的啊 所以今天就因為方方誇獎大陸的高鐵啊 哇 又引發島內非常多人在討論 大陸的高鐵到底好不好 其實我跟各位很明確講一個key point啊 有些人說啊 各有各的好啦 那當然他可能不想要得罪很多人 但是韓國人只想說實話 根本沒有可比較性的啦 大陸的高鐵的定位 跟島內是基本上截然不同 我待會都會舉很多的數據啊 其實方方這個影片我去看 他也是非常簡單 他也是在那虧靠背歌啊 因為那個真的太胡說八道了嘛 所以方方的影片整段就是 他也是坐大陸高鐵的商務艙 因為剛好當時靠背歌就在講 馬英九坐那個商務艙 所以方方也同樣坐商務艙 然後他只是分享說 他平常也是非常喜歡坐高鐵的 然後在高鐵上也很舒適 他也順便介紹 我這個商務艙的這個座位 就跟韓國人之間介紹都一樣嘛 有靠背就算了 還可以怎麼樣 還可以躺平 那但是啊 今天啊 引爆非常多人玻璃心 也就是綠媒找到一個切入點 開始可以做他幼稚的行為 也就是方方說 大陸的一等座 跟台灣的商務座怎麼樣 比台灣的商務座舒服 那但是當然 那韓國人之間講的是很保守 我是說大陸的一等座 基本上是等同於台灣的商務座 而且各位 我當時在講這句話的時候 我還怎麼樣 我還不知道大陸一等座原來還會附點心啦 還會附飲料 結果在我這幾次我相信大家知道我在大陸已經跑夠多地方 我已經夠有經驗可以去講這些事情之下 真的我這幾次做一等座 不管距離多短啊 我基本上都會拿到水或者是所謂的蜂蜜柚子茶 我可以讓你自己選 然後還會給你一盒點心 我甚至我有時候都不吃了 我就說我不要拿了 所以以性價比來說 大陸的一等座又比台灣的商務座來的便宜 所以當然方方會覺得大陸的一等座比較好啊 那不是廢話嗎 誰不是精打細算的請問一下 因為我們都還沒拿下個等級所謂大陸的商務座 來跟台灣的商務座比 那根本沒有可比性啊 一個可以躺平一個沒辦法躺平 光這一點你要比什麼 所以啊今天你看方方整個影片第一 他要表達目的就是要虧這個 所謂的胡說八道的靠背哥 這個應該是全台灣人都要脫妻 除非你沒有是非啦 因為我還有看到網軍 還在那帶風向說靠背哥講的這句話 是被中天或者是一些紅眉斷章取義 我看完都哈哈大笑 因為我也親自去二立的頻道看過 當時他就是這樣講 沒人給他斷章取義 少在那胡說八道一群臭網軍 所以今天方方很清楚就是在講 大陸的高鐵的建設 而且島內的媒體就寫啊 大戰大陸的高鐵世界文明啊 確實啊為什麼世界文明呢 我真的我不知道 島內的這一些名嘴 你知道他們是怎麼樣去比較 因為今天綠媒的切入點 就是說啊好像方方 誇這個大陸高鐵好嗎 那台灣的媒體馬上反擊說 哇這個台灣的這個名嘴 財經女神啊 馬上怎麼樣 哦所有三大缺點受不了 就三大缺點都是什麼啊 就反正就要說大陸人素質很不好啊 或者他就直接說啊哇這個大陸的高鐵啊 有無法忍受的體位 尤其是男生 最後則是車站的廁所 長江以北 越來越有鄉村風 反正他不是在跟你講建設啦 他是在跟你講素質這個東西 因為很多人有時候都說啊大陸高鐵 為什麼那麼多這種鄉下人之類啊 那是因為你們根本搞不清楚 人家大陸的高鐵的價格 是基本上非常多大陸人民也都做得起的 所以為什麼剛剛韓國人前面已經很清楚講 大陸的高鐵跟台灣的高鐵定位 基本上是截然不同 你來大陸做不管公共交通運輸工具 你只有兩個字啊就是便宜啊 地鐵也是兩塊然後坐多一點站然後三四塊 那你坐公交公車也是兩塊 那大陸高鐵也同樣很便宜 所以很多這些鄉村的人 可是韓國人憑良心講 我真的我有時候坐高鐵好多鄉村的人 可能有一些就像這種名嘴啊 我覺得自己比較高貴啦瞧不起他們啊 所以會嫌他們有味道啊 你看所以為什麼我說島內朋友說自己有素質 哎呦會去嫌替人家這種你叫什麼素質啊 而且剛剛韓國人跟大家很清楚講 為什麼島內的高鐵跟大陸的高鐵的定位完全不同 今天從台北到台南韓國人都幫大家算就是307公里 同等杭州到溫州也是309公里好了 多兩公里去查好價格了 今天台灣的高鐵台北到台南的普通倉的票價要台幣1350元 人民幣是306元 同等杭州到溫州的二等座人民幣是138 台幣是607 各位什麼意思啊 今天等於是我在台灣我從台北到台南做單趟啊 那我在大陸我可以杭州到溫州來回啊 差了一倍的價格啊 而且各位更諷刺的來了 所謂方方說一等座就已經很舒服的價格 杭州到溫州的一等座基本上就是台幣906塊 人民幣是226塊 哇各位 連大陸的一等座都比我們普通倉的價格便宜了 而且剛韓國人已經跟大家講 大陸的一等座真的就跟島內的商務座是一樣的 那你要吹毛求疵再更細的這些服務的話 那當然它是一等座啊 它不是商務座耶 我都還沒開始比商務座咧 也就是那個可以躺平沒有靠背的那個耶 但是各位今天更諷刺的來了 杭州到溫州的商務座可以躺平的那個啊 竟然台幣只要1865人民幣是424塊 也就是今天啊我在島內 我從台北到台南要1350塊台幣啊 我只要加500塊台幣我就可以躺平了 我還不用換到什麼 我還不用做商務座 我在大陸同等的公里座我就可以躺平了 台灣的所謂像大陸一等座的商務座是多少錢 2230塊台幣人民幣是506塊 你看還比大陸的商務座貴了將近快400塊台幣 所以為什麼很多人覺得大陸的交通建設便宜 所以為什麼剛剛韓國人說大陸的高鐵定位跟台灣高鐵定位截然不同 台灣人自己很清楚嘛 我們以前會坐高鐵是通常都是真的很趕的時候 我很喜歡以前要去高雄從台北到高雄的時候我都是坐夜車 我很喜歡這樣第一也是省錢 相信很多朋友也都是這樣嘛 台灣就這麼小對不對 那當然很多人選擇更便宜更省錢 但是各位大陸不是啊 大陸今天的高鐵是很多人基本上都能坐得起啊 有些人說大陸人民一個月只有一千塊人民幣啊 OK啊 杭州到溫州他也可以坐個一次吧 這樣講大家都懂意思 所以為什麼有很多人可能來到大陸的高鐵會覺得哇怎麼那麼多可能農村的大媽 當然他們有時候會覺得瞧不起他們 所以才會今天會有這種鬼話言論啊 你看有些陸配還在那講台灣人最不愛攀比 講到大陸一定要比到底一定要比一個勝負啊 但是為什麼韓國人說不用比了啦 你要比什麼勝負啦 來啦接下來講個更玻璃心的啦 今天台灣的高鐵就348公里 各位這個是維基百科上面寫的喔 距離就是348公里 那大陸的高鐵是多少 42000公里啊 你是要比什麼啊 所以為什麼人家今天會敢說大陸的高鐵是世界文明的 不用講什麼大媽大叔做高鐵 或者你嫌大陸的高鐵臭喔不用 你光講這個長度 請問一下世界哪個國家比得上 我們光說鐵路大國好了 日本 像他東海道新幹線也才515公里 山陽新幹線500多公里 好啦啪啦啪啦啪啦加起來 三四千公里喔已經很長了各位 對不起大陸是他的十來倍啊 四萬兩千公里 而且還是持續在擴張 持續在增加 懶叫比雞腿嗎 你要我這麼直接的直爽的去講嗎 還是要跟你們這些幼稚的媒體繼續在那胡說八道 然後人家今天方方的方向在講建設 然後虧一下這個胡說八道的靠背哥 島內這一些媒體崩潰就算 然後看到一些絕情也在那崩潰 但是高大陸有些高鐵的二等座 最低的長等的二等座還有插座耶 所以各位最愛韓國人這樣講 不要整天說我愛比較 你怎麼不罵島內媒體這麼愛比呢 人家方方畫一下大陸高鐵 那台灣就學習就好了 而且也很難學習 人家四萬多公里的長度 你三百多公里 你是要比什麼 人家今天在講是整個建設越來越好 那我相信人民 你覺得雖然素質不夠好 你覺得現在鄉村的大媽大叔你不喜歡 但是我相信這都是時間的問題啊 各位朋友而且大陸十四億人 你敢跟我說美國的鄉村的那些人 每個都非常的好嗎 我也不是說每個都很壞啊 他也沒坐姦犯科 那你要怎麼說他壞呢 今天不要硬要那個玻璃已經碎了 然後硬要去掃 那會割破手的啊 要去比較先去衡量自己有沒有底氣 沒有底氣少來嘴炮 要不然就啪哇那個臉可痛的啦 老子 今天繼續討論一下